北极的下面究竟有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都想要得到这块极寒之地 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 北极熊 为什么会出现淹死的现象 北极真的封存着可怕的病毒吗 如果全球变暖 北极冰川融化 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灾难 今天占各位领导10分钟的时间 黑土带大家北极一日游 大家好 我是黑土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点赞3秒 给黑土个霸气鼓励 谢谢 咱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北极 北极处于地球自转轴的最北端 位于北冰洋中部 被大量的冰覆盖 这些冰的厚度能达到3米往上 漂浮在北冰洋深达5500米的海洋上 相比南极 到达北极的人相对较少 因为想要进入北极 难度相对较大 它不像南极那样是一片陆地 北极是一大块浮冰 飘在北冰洋上 位置会不断的变换 想要进入北极的唯一办法 就是在每年的4月乘坐直升机 或者在6到7月乘坐破冰船进入 一年中只有在这个时间 北极的温度才会上升 使漂浮在海上的冰块变薄 破冰船才有足够的动力向前行驶 如果进入北极的时间不对 破冰船很有可能就会卡在冰块上 在环境恶劣的北极 一旦船上的物资用尽 等待我们的很有可能就是死亡 在这里指南针会失灵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地球磁场的干扰 在北极指南针是不管用的 如果没有特种装备的情况下 进入北极很容易就迷失方向 北极的中心点被称为北极点 环绕北极点210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 都处于北极地区 这个圈内包含了丹麦 加拿大 俄罗斯 挪威 瑞典 芬兰 美国的阿拉斯加和冰岛的部分地区 这几个国家也是对北极主权竞争最强烈的国家 在北极圈内越是接近北极点的地方 温度就会越低 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50度 而且在这里的一天一夜 就是我们一年的时间 北极的太阳会在刚落下的时候就升起 并且不会升得太高 最高也不会超过23.5度 北极有极昼和极夜 在北极点有半年的时间是白天 半年是黑夜 虽然环境恶劣 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特别漂亮的极光 这是由太阳锋里的离子 被地球的磁场吸引到两极形成的 还有就是极光是有声音的 在极度寒冷的北极地区 生存着陆地上第二大食肉动物 北极熊 在人类没有发现科迪亚克宗雄时 北极熊曾是地球上第一大食肉动物 后来在科迪亚克岛 发现了比北极熊还要大一点的大宗雄 北极熊才屈居第二 北极熊的战斗力特别强悍 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0公里 成年北极熊站起来可以达到2.8米 体重最大可以达到1600斤 相当于3-4只非洲雄狮 虽然块头很大 但是它们一点都不笨重 并且特别的灵敏 它们还是游泳健将 能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 一天游97公里远 拥有健壮的身材与帅气的外表的北极熊 还是一夫多妻子 雄性 北极熊在遇到喜欢的异性时 会先把对方揍一顿 以此来表示对对方的爱意 真正的大是亲 骂是爱 在整个北极圈里 除了人类 北极熊几乎没有天地 随着全球变暖 北极熊可能将要面临灭绝的危险 全球变暖 北极的大量浮兵融化 这使北极熊在捕食过程中 很难找到上岸落脚的地方 虽然它们的游泳能力特别的强 但是毕竟不是水生动物 很多北极熊下水后 游出去很远 找不到浮兵 就活活淹死在水中 在北极 除了北极熊 还有漂亮的北极湖 它身上的毛 可以根据积极的变化 变换颜色 冬天为纯白色 春天至夏天 逐渐转变为青灰色 也叫青湖 北极的驴鼠 是北极湖的主要捕食对象 并且它的捕猎方式特别罕见 除了北极熊跟北极湖 这里还有北极兔 射牛 北极驯鹿 北极狼 这些都是生活在陆地上的 在北极的水下 还生存着一种特别大的海象 最大的熊型海象 体重可以到4400多斤 体长4.9米 一只海象能顶4只北极熊 虽然北极熊是南极的扛把子 但是见到这种大型的海象 也不得不避让三分 海象是群体动物 它们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陆地上睡觉和休息 吃完就睡 睡醒就吃 它在捕食的时候 会把对方死死地抱住 利用自身的体重 把猎物压到水下 淹死 然后再慢慢地吃掉 还有一脚鲸 这种鲸鱼 前面长的那个长长的东西 就代表着它的身份和地位 前面的长脚越长越粗 就表示它在鲸群中的地位越高 在北极不但有这么多动物 其实早在一万多年前 就已经有人类居住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这里居然有黄种人 从面向来看 它们是地地道道的亚洲面孔 跟蒙古人很像 它们是英纽特人 它们有自己的语言 在北极圈有树木生长的地带安家 鱼是它们的主食 在这种极其寒冷的环境下 它们一般是吃不到蔬菜的 每天只能吃肉 出了肉 还是肉 房屋形式跟蒙古人很像 都是以帐篷的形式搭建的住所 它们主要靠打猎为生 普遍身高都不高 它们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爱的黄种人 其实它们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亚洲黄种人 在几千年前 亚洲一支大军跨过白岭海峡 向美洲进发 不料到那里遇到了美洲的印第安人 两者发生了冲突 最后英纽特人被印第安人打进了北极圈 当时正值冬季 印第安人以为英纽特人进入北极圈 就等于找死 于是便停止了追杀 不料英纽特人进入北极后 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 并且还在那里扎根 繁衍后代 由于长期处在极其寒冷的环境下 英纽特人的身体也得到了进化 它们的身材很小 眼睛细长 鼻子宽大 皮下脂肪很厚 这样的特征 才使得它们能适应那种恶劣的环境 虽然生存环境恶劣 我想它们的精神压力应该会小很多 因为每天除了吃肉 就是出去打猎 吃肉 打猎 吃肉 打猎 如果换种位置来看 那它们每天的生活就是 浇油 吃肉 看血 好生自在 不过如果我们到那里去 估计一天都待不下去 相信我 寒冷的冬天会冻哭你 为什么会冻哭 给各位领导说一个我的亲身经历 我之前在工厂上班 有一年冬天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离家还有十公里差不多 我的电饼车没电了 那天飘着大雪 路上的脊椎很厚 手机也给冻得关机了 因为不是市区 农村的小路几乎没有人 我只好一路推着电饼车往家走 虽然戴着手套 但是还能感觉到两只手动得生疼 动得刺骨的那种感觉 后来我发现那是真的把我冻哭了 不是感觉委屈的哭了 那是真的给冻哭了 所以可以想象 在北极圈生存的英纽特人 他们生存的环境一般都在零下20度左右 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40度 正常来说 人类是不是在这种温度下生存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国家 都争着想要得到北极这块一点都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呢 因为在北极储存着大量的资源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 北极大概可以开采原油约1000亿桶 天然气储量为50万亿立方米 占据全球未开发天然气的30% 曾被称为第二个中洞 除了这两样 全球近乎一半的煤也储藏在北极 还有大量的矿产 金 银 金刚石等各种贵金属 总之 北极的能源价值是特别的大 活生生就是一个聚宝盆 随着全球变暖 北极大量冰川融化 也意味着人类在未来进入北极的难度将会减小 没有厚厚的冰层阻拦 北极蕴藏的大量资源在未来很有可能被开采 如果哪个国家拥有了北极的主权 就相当于给他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特别大的一座金山 除了这些珍贵的能源 北极还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如果占领了北极 就相当于拿到了锁出北极圈内八个国家的话语权 把导弹部署在这里 就可以轻松地打掉周边将近八个国家的核心位置 通俗点说 就是谁要占领了这片地方 周边所有国家都要看你脸色形式 因为你的导弹安置在这里 可以瞄准北极圈内很多国家的要害部位 目前对北极领土竞争的主要就是北极圈内的八个国家 俄罗斯、美国、挪威、丹麦、加拿大、芬兰、瑞典冰岛 2016年12月 位于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病毒 导致90人住院 一名12岁的男孩死亡 后来经过研究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碳疾 得了这种病的人会不断地咳嗽 体虚无力 病毒一旦发作 肺部功能会受到损坏 总之就是很危险 导致原因是因为全球变暖 北极永久冻土层融化 永久冻土层是多年冰冻的土层 最上面的一层每年到夏季的时候会融化 再往下 更深处就是冻土层 一年四季都处于冰冻的状态 就是永久冻土层 北极的永久冻土层扣达千米以上 在这里面冰冻了上千年的动物尸体 甚至是远古时期的动物尸体 这些动物身上携带的各种病菌 会被永久地封存在永久冻土层内 随着人类往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多 导致全球变暖 曾埋在冻土层下的上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动物尸体解冻 使体内封存的上千年的病毒重新释放 据统计 大概有3500万人生活在永久冻土附近 一旦那些远古病毒解冻得到释放 很有可能会再次蔓延至人类身上 那些远古病毒的形成原因 我们很有可能从未了解 如果不能在短期内 找出可以抵御的抗体 对人类来说可能会形成很大的灾难 这也是为什么全球都在提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治理环境污染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拉慢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 以此来减缓千年病毒的释放 全球变暖是一个愈演愈烈的过程 由于太阳光的反射作用 海水温度也会发生变化 一些气息在低温中的水生物 就有可能死亡或者灭绝 全球变暖冰川融化 北极熊的生活环境也会遭到破坏 就像咱们上边说的一样 没有了伏兵来恢复体力 它们或许面临的就是体力不支 沉入水中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我们对大自然的索取和破坏 远远超出了我们本身所需要的 对于动物们来说 它们只需要填饱肚子和有个气息之地 而我们人类 向大自然榨取的资源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其他动物们的生存环境 虽然人类属于高级物种 但是就生命而言 动物们的生命也是极其珍贵的 因为我们和动物 可能都是只有一次机会 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上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黑土视频的领导 老板您帮忙点个赞 谢谢